我盡量講的比較conceptual一點 所以大家會比較好理解 對 好 然後我先聲明 本人並非就是數學物理專業 所以就是來玩玩legal theory的生活資訊PhD candidate 然後所以這個的話還是在一個underdevelopment的side project 然後所以東西如果有搞錯的話就是可以跟我說 然後我就再進去裡頭把它修好這樣子 OK 然後所以目前內容的實作 它是參考至這篇論文 就是Micro Lead Theory for State Estimation in Robotics 然後它有一個GitHub Ripple 這個GitHub Ripple它本身是有Python的Binding 但是它本身是C++寫的 對 OK 好 那就進就是Robotis 然後目前應該是有Robotis專業的 所以我就大概稍微講一下而已 OK 就是Robotis的話就是我們講機器人學 它其實講的是就是一個Interdisciplinary的Field 就是一個跨領域的Field這樣子 它其實結合非常多東西就是包含控制理論 然後機械的東西數學 物理或是說一些訊號處理的東西 那基本上它要處理的問題 解決問題就是你去設計 你去建構或是去操作一個機器人這樣子 OK 那所以去操作一個機器人的話 無非你會遇到的問題就是你要怎麼去 最基礎最基礎就是你要怎麼去移動它 OK 那你移動這個機器人的話 無論是機械手臂的移動 或者是像那種掃地機器人在路上跑 這種東西 它其實都是去移動這個東西 然後如果在 它可以是在2-dimensional的Space 在地上 可能是在3D的空間上面去跑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想像說像這個樣子 它就是一個agent 它就是一個 欸 跑掉了 它就是一個代理人 就是一個東西 OK 那它會往前移動 然後會轉彎 OK 就是非常簡單的一個操作這樣子 OK 所以基本上你去解析 或去分析這些動作的話 它其實就是可以分成兩種 一個是rotation 它是你可以旋轉它 另外一個是translation 它可以平移可以位移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會一個一個進去講它的 裡頭的東西 那基本上rotation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其實在數學上可以用一個matrix 然後我們這邊用一個簡單的啦 因為2-dimensional比較好理解 如果再延伸到3D就比較那個 所以我在我的demo裡頭 它是3D的demo 但是我在數學室這邊我只放2D的 OK 好 那在這邊的話 你去做旋轉這件事情 旋轉這件事情它可以被表示成一個矩陣 所以這個矩陣的話我轉某個角度 那它就是這個R這個matrix這樣子 OK 那其實在這個旋轉這件事情裡頭 有非常大的學問在裡頭 比如說如果說我在現在已經在轉到某個角度 OK 它是轉到某個角度是藍色這個 那如果說我要再額外再轉譬如說θ角這樣子 再轉彎角這樣子 OK 那所以說這邊的話我現在是在這個θ這個狀態 OK 所以我可以把它表示成是一個cosθ跟sinθ OK 所以就是這個向量的位置 那如果我去旋轉這個向量的話 其實我就是相當於是我去乘上一個rotation matrix 那乘上一個rotation matrix的話 它就可以把它轉到是θ point 那它其實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對應就是 你可以直接把它想成是我原本在θ角 然後再轉一個fine 所以它其實就是直接把它加起來 那數學上你可以把它推一下 就是 這邊 這邊cos 這邊 這邊矩陣乘起來cos cos乘cos 然後減掉sin乘sin 對 然後這邊會是一個合交公式這樣子 OK 那所以這邊在另外一頭 另外一頭一樣有對應的就是你可以把它轉成一個負數的表示方式 那你轉成一個負數的表示方式的話 它原本在θ角這邊 那你可以用 這是exponential的iθ OK 去表示它 所以這邊的話 它就是把它轉成到一個負空間去做表示 那它可以分解成 這是有拉公式 然後把它分解成是cosθ 然後再加上iθ 那這邊其實也有一樣的對應 如果是你把兩個 兩個這個 兩個exponential 比如說exponential的iθ 乘上exponential的i5 那它其實就是 直接把它下面是乘起來 但是上面會變成相加的這樣子 OK 那所以其實這邊的話 它形成了一個 形成了一個有趣的一個 有趣的一個點 就是說這邊我在矩陣上面 我在rotation matrix上面 它其實是可以用乘法 這個operation來去表示 那它對應起來 在這個θ的空間上面 它其實是加法把它加起來 所以在這兩個之間 它會有一個對應關係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在rotation上面 rotation這件事情上面 那另外一邊就是translatio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是位移或平移這樣子 好 那位移或平移的話 其實我們一樣也可以把這個 位移這件事情把它轉換成是 表示成是一個vector 所以這個vector 你如果用t 然後把它表示成是 比如說各個分量的這個delta 所以你有delta s delta y 等等的state OK 那所以translation的話 其實我們從高中向量的時候 就已經學到 它其實就是直接可以做像加相減 對 那像加相減它是不是 它其實就在運算上是非常好 操作非常好運算的東西 那我們是不是也有 translation是不是也有跟rotation 很類似或者是可以類比的東西 就是translation是不是可以用矩陣 然後的方式去表示它這樣子 所以其實當你把它擺起來的時候 它其實可以變成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你原本的位置 你原本的位置在 好了 假設這邊原本的位置在x0 然後跟位置在y0 然後是two dimensional space 然後如果說我往前走了delta x 然後我往前走了delta y 然後 所以這邊的話 我把它擺成是一個矩陣的形式 上面這邊的是一個identity matrix OK 所以這樣子你把矩陣乘起來的話 會得到s0再加上delta x 然後下面是y0再加上delta y 然後就會變成是到新的位置去 OK 所以其實它本身也有一個矩陣的表示的方式 所以 這個 這個矩陣的話就會是這個t的部分 然後這個狀態 就是position的vector 就是這個s的部分 然後我把它乘起來的話就是s' 所以它就會變成是delta x加s0 然後delta y加y0 那這邊的delta的部分 我就把它並起來 就把它叫做t 因為前面講過它就是 這邊 這邊就是t OK 然後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部分就是我初始位置 初始位置s就是s0 y0這樣子 OK 那所以這邊的話在translation上面 我們前面講過你translation 你位移用向量的加法的話 它也可以得到一樣的結果 那如果說我把它變成一個矩陣的操作的話 它也是一樣就是 這個矩陣 t1的translation的矩陣 然後跟t2的translation的矩陣 那把它相成起來的話 等於是t1的位移再加t2的位移這樣子 所以其實在這個矩陣上面 我也有得到一個就是矩陣的乘法 跟這個實際上位移的向量的加法 是有一個對應的關係的 OK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在機器人上面 然後你要去移動位移一個東西 做一個動作 那你需要做旋轉或者是位移這樣子的事情 好 那再來的話就會拉到所謂的lead group 所以這些的操作它會形成一個group 這些的對應關係 比如說包含這個矩陣 OK 所以說我可以把這個旋轉的部分 跟它的位移的部分 把它全部統整在一起 我會變成一個這個A A這個matrix A這個matrix它就是某種operation 它可以代表是就是你位移多少 然後旋轉多少這樣子 好 那所以其實這個A A的話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把這個矩陣的乘法 然後直接把它帶進去 所以你就會有 就會有一個group在裡頭 應該說它會滿足一系列group的這個條件這樣子 所以它就會變成是一個乘法群 OK 然後 對 就會有一系列的這些特性出來這樣子 好 然後所以到lead group的話 就是包含說 因為它是一個 好 你 好 好 差一點 差一點 好 OK OK,好,感謝有人幫忙解釋。 好,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LitGroup的話它就是包含它有Continuous的成分在裡頭, 然後所以它包含了, 它就不只是一個Group在裡頭, 本身還包含一個就是Differentiable的Manifold在裡頭。 OK,所以這邊的話, 目前有把它實作在我的LitGroups.jl裡頭的, 包含就是SON,然後SOE,OK, 然後就是看有沒有人要再加其他的東西。 OK,所以這邊的話, 的example就是譬如說你只是單純做Rotation, 你會有Rotation的Group就是SON, 然後會有Roto的, 就是Rotation加這個Translational的Group就是SE這樣子,OK。 好,那所以到SE3的... 呃... 等一下,我想想啊,我這邊要加蟲了。 好,因為基本上前面應該都講得差不多了, 所以基本上這邊如果說我對這個機器人, 就是對這個Agent, 然後做旋轉或是說做平移這件事情, 那剛剛就是全部濃縮在這個A這個矩陣裡頭嘛, 那A這個矩陣它其實是, 我可以想像說它是在這個一個抽象的這個Manifold上面, 那這個Manifold上面如果我對某一個點, 比如說我這個機器人在某個點上, 那... 對,如果說我對它去做平移或是去做旋轉, 那其實它平移跟旋轉其實會有一個類似, 我們可以類比一下物理裡頭的速度或是角速度這種事情, 所以它其實會有切線方向的這種平面,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切平面出來, 就是有一個Tangent Space出來, 所以這個Tangent Space是切在這個Manifold的這個... 這個開這個點上面, 然後就是一個Tangent Space, 好,所以這邊的話... 好,這邊的話就是... 好,所以我直接講理過好了, A本身是那個Manifold裡面的一個點, 一個點,對, 比如說你可以把想程式開這個點, 那那個平面是它的... 切空間... 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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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 應該說其實... 其實它後面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 在裡面的像是... 跟第一個它其實是... 他們... 它的點上面的分別會接近... 所以它就是... 然後它其實可以交的... 因為它就是它的... 切平面的... 是一樣的... 它可能這樣子的測試是... 那我會... 可以跟他一樣的... 所以就是說... 我現在看我的一個... 然後我會接近他的... 就是這個A跟另外一個A相遺憾 就是這樣 然後處理一下 整個上去記憶體的所謂 它在這個地方 微根是多的 那如果我可以在這個Mable上面去記憶 它跟男生記憶的微根是多少 就是說我可以記憶它的規定是多少 我可以在上面做微根一陣 那我可以做規定的記憶體來講 可以做最大號 東西有點多 這是我想過 就是東西有點多 這是我看過相關的favor之後 我想到最簡單的解釋是這樣子 就是為什麼會有人想要用 Lealgebra這種東西 去描述這種空間中的運動 那原因是因為 這其實在很多的應用裡面 常常會發生 就是說我現在收到一堆資料 那我知道這些資料是 某個物體在空間中的運動 然後我要描述這個運動的方式 我可以用就是它是 它的旋轉 它的pose 我們通常都講那個東西的pose 也就是說我們有一個reference frame 如果這個東西又是隨著時間在變動的話 那就代表說 它每一個時間點的某一個pose 都是一個像剛才前面A的那樣的矩陣 就是它有個rotation的部分跟一個translation的部分 而重點是而且它是一個time的函數 那所以你在 然後你有這樣的軌跡資料的時候 你想要說 那我在這裡的時候 它的最佳 我有某個objective function 那這個objective function 給定這樣的資料之後 我如果要知道就是說 它的最佳節是多少 就是因為通常這樣子的問題是說 有些時候是那個rotation 它的pose我未知 我需要把這個rotation節出來 也就是說它的pose是多少 translation是多少 對 我要把它節出來 那這個時候你要節的space是 就是這個manifold 所以如果你要用gradient descent的方式 去解這個對價節的問題的話 那你自然就要回答就是說 那請問一下在這個manifold上面 微積分要怎麼訂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那具體的應用就像Slam 然後camera calibration 就是我上一份工作在做的那些東西 反正你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跟你聊 那你不要把你上一份工作的東西 對 我不會告訴你 我到底用了哪些東西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 就是應用情形是什麼 對 好 因為後面東西有 後面真的東西有點多 所以這邊就是真的是給大家 就是intradation的概念 然後跟低頭在幹嘛 然後後面就是直接 就是demo給大家看 他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這樣子 OK 嗯 好 就是剛剛感謝 感謝Dee給我幫我解釋 好 所以目前 目前還有人有疑問嗎 還是沒有很懂在幹嘛 你可以把這切平面的那個東西想成 就是如果要對應到物理量的話 你可以講說是 它在那個瞬間 它的那個旋轉的角速度 跟平移量的切線速度 對 你可以這樣想 它的切平面就是由這兩個物理量組成的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刻了些什麼東西 嘿 所以刻了些什麼東西 就是依照我前面講的那篇論文 OK 然後再去寫了這個 就是Ligroups.jl這樣子 所以在Julia上面的話 你可以就是UsingLigroups 然後所以UsingLigroups 所以這邊我可以先墊一個theta 所以這邊有一個角度 那這個角度我可以 所以基本上這個角度的話 它其實可以對應一個 對應一個group 就是對應一個Ligroups 這個Ligroups的話 就是剛剛講的旋轉矩陣 那或者說如果你把它這個角度 直接拿去就是做成一個SO2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Ligroups 就是你直接把這個角度丟進 就是SO2的Ligroups 所以這邊是得到一個Algebra 就是對 然後這邊的話 你可以把它轉成 就是透過exponential跟這個wage 對 對 跟wage 然後把它轉成一個group這樣子 所以這個group是什麼 這個group就是Ligroups 剛剛的Ligroups指的就是這個切平面 嘿 就是透過就是theta 就是你可以想像是應該是在這個點上 在這個點上 在這個點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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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知道要怎麼講這件事情 我只是想說那個CSI 就是如果你要錯 它是VL 是把CSI 跟CSI 是用來的 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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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這個CSI的部分 它是 就是某一個特定的點上的 對 它不是對所有的點 對 對所有的點的話 就是有另外一個表示 就是把這個遮掉這樣 好 那所以 然後Ligroups的話 就是剛剛講的 所有的Ligroups就是 組成下面這個manifold 這個曲面這樣子 看起來像曲面的東西 好 那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 這個Ligroup 就是反正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就是一個矩陣 或是一個旋轉矩陣 然後直接作用在某個向量上 這個向量就是 就是在S軸 就是E0嘛 所以E0 那你 作用上去的話 就是你可以想像說 你在S軸上 原本是E0這個向量 然後你把它做旋轉這樣子 所以這邊就是旋轉45度角 ok 然後你可以再把它轉回來 轉回來就是 去 呃 去 乘以 這個G的inverse這樣子 就是 再作用一個inverse G的inverse上去 這樣 對 這樣講比較對 好 ok 好 所以基本上 目前有科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 就是 Ligroup的部分就是 son se 然後identity 然後 呈 乘法跟inverse 加法跟inverse 然後 它對應的就是 exponential map 跟 logarism map 就是 就是exponential log 然後 然後 跟 group的action 然後剛剛講的 就是我要在上面去做最佳話 那在上面去做最佳話的話 就是 剛剛講到就是 我們會 呃 會需要用到像gradient descent 這樣子的方法 所以我需要去求它的derative 然後去求它的derative的話 呃 就去寫了它的jacobian 那jacobian的話 因為 呃 矩陣它的 它是沒有辦法互換的齁 它 它左邊 它是沒有互換的 所以說它有left jacobian 跟left 對 left 的jacobian 這樣子 就是不一樣 那當然 呃 對 我這個用單邊啦 好 然後optimization的話 就是 我原本以為是這樣啦 但是後來 後來我跑那里之前跑到不是 好 這樣 呃 就直接demo好了 呃 呃 這邊是 這邊是 legalove上面 所以 好 我需要放大 這邊 這邊 沒有 沒有 沒有辦法放大 它可以 調 它可以調字體 shive加可以嗎 喔 shive加喔 我之前是 是 control加 shive加 欸 shive加 control加 喔 好 因為是全部 這樣 這樣有點急 呵呵 嗯 well OK 好 呃 這邊的話 呃 這邊的話就是用到legalove 然後 the edge 這邊的話就是大家 呃 直接 破legalove.jl 這一包下來 在example裡頭有 OK 那這邊的話 我是完全 照 呃 原作者的 gethard repo 然後這個 這個example去刻的 OK 對 還混了python 就是 python binding 這樣子 那所以這邊的話 呃 這邊有幾個東西 就是 呃 等一下喔 這邊有幾個東西 就是有這個所謂的landmark OK 或者是叫 裡頭是叫beacon beacon 對 對 對 就是 這個 這個landmark 或叫beacon的話 就是它會 呃 反正你就想像成它是 發 紅燈 就是 亮紅燈 對 然後它會去送出這個訊號給這個 機器人 這樣子 OK 好 那這邊的話 就是 它 呃 這個設定 好 我把它執行完再 再一次 講解好了 好 然後這邊 推論出來 然後這邊 我會把它的 trajectory畫出來 就是它的 呃 運動軌跡 然後跟scatter scatter的話 等一下會 呃 給大家看的是它的 呃 beacon 在哪裡 然後它的運動軌跡會是怎樣 OK 好 然後 下面的話就是 對 就是call在跑 然後應該 出來了 好 現在正在畫圖 好 等它一下下 好 然後 我們等一下從上面開始講 呃 這邊的話呢 這邊的話 紅色 紅色點有點大 紅色的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 beacon 就是它的 landmark 那這個的話 它會發訊號 給這個機器人 那這個機器人 那這個機器人 基本上就是用一個點 去代表 所以這邊 各位會看到它的軌跡 然後這邊往外旋 往外 往外跑出去 對對對 那這邊的話 當然我可以去 調一系列的 參數 再去控制這些東西 好 那我講一下這邊 呃 這個基本在幹嘛 這樣子 呃 這 嗯 紅色點跟取色點 就是什麼代表 呃 紅色點的話 就是剛剛講的 它會發 訊號 就是 landmark 的部分 稱號點 那這個 那這個 紅色點 那這個 沒有 這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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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定的 這邊的 landmark 是分別的座標是這幾個 所以這邊就是 200 然後3-1-1 這幾個 這幾個就是 這幾個的 呃 坐標 然後 呃 另外這個 呃 橘色的 橘色的這個就是 呃 機器人它在每一個 每一秒 反正就是每一個 時間間隔 然後它的軌跡 所以它每次做更新 或者是譬如說 我這邊 讓它再跑多一點 好了 譬如說15 然後 嗯 欸 不對不對不對 15 然後 再run一次 好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看到它 繞了一圈 然後 譬如說20 20的話 呃 它又繞了一圈 嗯 好 反正它 它有點在這邊 繞圈圈的 的概念 對 那 這邊可以調的 就是 呃 這邊有 1 2 3 4 5 這邊有5個參考點 5個參考點 然後這邊有 Number of Landmarks to major 就是說 它一次會參考幾個參考點 那 所以說 如果說 我把它 就是譬如說改成3個 OK 那改成3個 比如說我這邊 跑15好了 那 那 所以它其實 呃 好 為什麼看起來很像 因為它其實軌跡是會有一些變化的 會稍微 往上偏 或是往下偏 這樣子 OK 這邊只是沒有跑太多 那 那 對 所以我跑它原本python的 這個 example 大概也是 大概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 有些東西 我還在 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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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掺透它當中 對 好 不過我這邊的話 就是可以稍微跟大家講 就是 呃 這邊 程式碼大概在 做些什麼 所以這邊會有 這個 X的simulation OK 然後跟 X 然後 這邊我可以先 不理它 那 這邊可以 所以這邊它會先定義這個 Beacon 然後它 呃 會去 測量的 OK 就是這個機器人 它會去看 這個 Beacon 它的位置 會去測量這件事情 好 然後 Y Sigma 好 這邊 這邊等一下再說 所以前面是一些設定 OK 所以 第一件事情 開始 simulation 然後這邊有 呃 不同的 這邊有 就是 Steps 這樣子 好 那這邊的話 它會先 就是製造一些Noise 所以說 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是 呃 某個 呃 U No 然後再加上 Sigma 然後乘上Noise OK 所以乘上Noise的話 這邊就會變成一個 U Noisy 這個東西 OK 然後透過U Noisy 這邊 這邊就會產生一組 就是U Simulation 然後U Estimation 跟U Unfiltered OK 那 呃 所以第一件事情 它會先做的事情就是 呃 X X這個 simulation 呃 就是 一開始 這個機器人 它在原點 然後呢 它 會 這個有點像是往前走一步的概念 就是 加上U Simulation 所以加上U Simulation 就是它會 呃 就是 對 就是往前走一步 然後為什麼是這個夾 是因為這邊 U Simulation 它是一個 就是 一個SN3 就是一個Li Algebra 這樣子 對 就是透過這個速度 往前走一步這樣子 OK 轉了一點點 然後加 對對對 轉了一點點 加前進一點點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First We Move OK 然後再來的話 We Major All Landmarks 所以這邊的話 它就會把 呃 這邊就會把 Number of Landmarks to Major 去把它看過 所以它就會把 呃 剛剛有五個參考點嘛 所以這邊你可以設定 你要看幾個參考點 那設定 你要看幾個參考點的話 它就會把這個 S Stimulation 呃 Apply在這個Landmarks上面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我從 呃 新的 我移動了一步 移動了一步 移動了一步之後 從這個角度去看 這個Landmarks 這個Landmarks 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它就是Y 所以那這邊的Y的話 它會再 呃 它會再加上一些Noise OK 它會再加上一些Noise 就是 呃 要模擬那個測量誤差 這件事情 所以測量誤差這件事情 它就把它存到這個 Majors Majurements裡頭 好 所以這邊你就會得到 就是 有 有Noise的 這個機器人測量的結果 這樣子 好 好 我請 加Noise的時候 加什麼樣的Noise 什麼意思 就是 呃 因為這邊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模擬 就是一個 小玩具 對 對 對 那一個 simulation 就是 本來到了 一個 其他人的 在那個 其他人的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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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本來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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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他的 我一直說 他就是 這是標準的一個很高的能力 是啊 是啊 這個是一個標準常態 就是 你能否改其他的能力 嗯 這邊就是做一個simple case 所以如果你想要改變noise的pattern 就可以自己去再調整這樣子 對 就這邊 因為這邊就是遵照前面的example的設定去改的 所以這邊我就把它改成這個julia這樣子 好 那所以說這邊再來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做assimation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機器人還要再去估說 它要往下一個點要往哪裡走 所以下一個點要往哪裡走 這邊會去計算它的就是jacobian 然後這邊就是去乘上它的 這邊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邊是它的covariance matrix ok 所以這邊會有p的covariance matrix 跟u的covariance matrix 然後乘上它的julia 然後更新程式 去算新的這個covariance matrix 這件事情 好 對 它有用comma filter 對 它有用comma filter 它的comma filter在下面 是 對 就是這邊 然後所以這邊還有這個去計算exploitation的部分 ok 所以這邊的話它就是簡單講就是前面它加了一些noise 然後讓機器人去做量測 那量測完之後因為這個東西本身是有noise的 所以其實機器人它要去做assimation 那assimation基本上就是做comma filter去有點濾波的感覺 ok 然後去做correct 所以correct step跟做update 這邊就是剛剛有去提到的 類似gradient descent的update ok 所以這邊整個流程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後面就是 後面就沒有 後面就是把結果印出來 然後這邊就是去更新unfiltered 所以unfiltered就是它有把unfiltered的版本把它存下來這樣子 對 好 這個大概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然後我這邊就是 上面上面的部分就全部都是 照原本的example去改的 然後下面去做視覺化的部分就是新的 額外新的這樣子 好 所以目前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 時間差不多了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所以這場session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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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會比較輕 對 對 谢谢观看